好 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寒假的期间了 但是在安塑国小孩童的学习是不间断 校方是安排了围棋三天的社区文化解说课程 借由部落内的彩绘墙面 带领孩子们认识部落的迁移史 历史战役等等 也期盼将能增添学生 对于部落文化意识以及自我认同 满清政府说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再打了啦 文石老师述说着墙面上彩绘的部落历史 这是安塑国小在寒假期间 安排围棋三天的社区文化解说课程 让学生走访部落 从彩绘图文故事中认识在地文化 在地的故事变成学校学生的一个 在地的一个教材 那让我们自己的学生可以透过解说 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在地文化的历史 那相信也是如果说这样子的机会 这样子的教材一直传承下去 那每一个来读安塑国小的我们安塑的孩子 那都可以每一年每一年的都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 历史文化不一定要从书籍上习得 安塑国小学生借由生动的人文历史彩绘中 更能了解当时部落发生的历史脉络 也提醒学生不能忘记祖先过去曾经历的事件 我们排湾族的战争是 主要代表是石头社战役等等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塑部落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的历史是什么 就是要让我们记者不能 不能忘掉这些历史 才会讲内容除了有部落图文 也详细记载部落什么年代曾发生的战役 期盼学生能从中增添对于部落文化意识 及自我认同 就讲解大人相报道 下集上 下集中 下集中 下集中